接下来我们来看精彩手牌 这手牌是来自于枪口加1的A7杂色Hanks 那么选择的是Limp进场 并没有做加注进场 但这种方式我们通常说会比较的被动 Button位置Alan Keating的同色K圈 那么同色K圈的起手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手牌就是由同色K圈来做的加注 Hanks他是先Limp面对加注再call的 这个翻牌圈A7是纯粹的A-high 而K圈作为顶对先下注了5000 但是A7突发奇想 他觉得Keating的范围整体比较宽 然后行动也是比较扑朔迷离 所以他做了一次操作 但是这一次敲敲Keating是K圈 在翻牌圈就有顶对 且现在我们看到转牌圈变成了顶对加抽花 转牌checkcheck Hanks在转牌并没有一气合成的继续去炸 但是机缘巧合的盒牌来了 这张盒牌让Hanks最终变成了顶对 而因为这张A花色是落在了红桃这门花色上 所以Keating就形成到了最终的Nuts画 这个Nuts画面对对手 打2万5自然是要加注了 不同的只是尺度的选择而已 加注到13万 这个Riz相对而言是非常凶狠的 就是正常思维情况下 如果Hanks头不是很铁 然后他觉得Keating以这样的方式炸糊也不太现实的话 那么自己的A7将会有非常高的气派率 但是如果一旦不这么想的话 就像我们所考虑到的 有些对手他们在特定的交战情况之下 由于历史上也会有对对手不同的解读 因为他们已经打过一段时间牌了 他对于对手来说有怀疑 比如说这个牌Hanks是打一个陌生选手 他可能就不会这么打 正因为打Keating这样的已经是经历过一定交战手术的对手 他会认为我对他是比较熟悉的这种对手 他就会拿出不一样的状态 他就会拿出不一样的